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科教授 歡迎收看七月十七個個禮拜一的 《煩點電風新聞》 由頭庫町的五位社 庫蘇聯合基盤的三夾成功店 十六個在八公共中 哪有在店規 頭庫町的農地産品 可以說是最多的道館 最近這幾年 電風也一夕 跟文藏路由來做結合 對電風的發展 也比較實斷來十大幫助 這次華東 由來電出很多電風的農地産品和秋冠劑品 彷彿各個團員的內容 是相當受到民眾的負評 其中 管理李子昱 也特別交通來參觀國磊 透過第一處的社區聯合參加成功店 在美國國中的學校項項起興 管理李子昱和相關局勢人員 以及土北民眾交通參觀 李子昱指出 社區營造與農村在新的結合 可以讓農村社區擁有所經營 今天的主題是社區營造農村在新 尤其是山藥產業的活化 產業的活化已經是真正 農村在新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精神 因為社區的經營 如果不和我們的山藥結合做會 那這個連續 強行就會發生一些困難就對了 伊農若維族的土口町 不然農產品都更換 很多加工品也非常有名 最近平平農若 國際學文聰和路由町參加 這次不帶動平平的發展 我們土口町 我們是伊農維族的這個地方 當然我們的農產品也都是非常的多元 其中主打的我們的農產品 包括我們的土豆 包括我們的牛米 頂頂的 經過加工來讓農產品的加工 當然會提供利用加價錢 不但是這樣 還可以和我們的文創相結合 能夠跟農村的體驗旅遊能夠相結合 這樣大大的提升了 我們社區的這個山藥的這個發展 農國處處理會如馬前衛 農業對社會發展很重要 政府這幾年來也很重視農村的生活和發展 我們人的社會有兩個 什麼都騎沒關係 我們是兩行不能騎 第一就是農業 第二就是教育 因為如果沒有東西好吃 我發展也沒有路由 所以農業是很重要 農業沒有農民也沒有農業 所以我們有農民就是農村 農村下苦 所以我政府很重視 我們要怎麼讓農村下苦 還有活力 這是農村下苦的意義 這是農村下苦的意義 藤國町這處餐點的五個社區 農村有各自有的地勢 平衡的青年人也要由參與這項情歌店 團成社區的地勢文化 記者 宜明委 蔡王保德 是農村下苦的意義 是農村下苦的意義 是農村下苦的意義